大几了 大四 马上就毕业了吗 对 未来怎么规划的 因为我是南方人 我挺想就是在北方发展的 然后刚好他也是北方人 我也想靠近他的生活 但是他就想留在南方 资料上面他是北京孩子 你要跟他去北京是吧 对 你想留南方是 我说他家在成都 我就说成都这城市也挺好的 离他家也近 他在实时找个工作 以后按部就班 我觉得这样挺好的挺踏实 少不入川哦 这是选择了安逸的一条路哦 到北京是想拼搏一下 正因为是这样 就是我觉得年轻人 该有年轻人的朝气 就是你该拼搏的年纪 就不要选择安逸 关键是他不是 就没有那股上进心了 以这样的生活方式 去对待生活 我觉得结果一定不好 不一定不好 那我的父母他们那一辈 都是在那个公司是职员 他们慢慢地 你看我们这家庭条件 不是慢慢地也好起来 是这么个理吗 我大体能够感受到 其实今天两个人一上台 你们挺会挑 适合自己的衣服的 女生今天穿这个衣服 就像你今天所有的发言 和你的思想一样 就是个小孩 穿了个大人衣服 你这身衣服 倒是跟你挺贴的 青春 有活力 啥也不顾 就喜欢玩 还有点任性 现在最大的冲突 其实就来自于 毕业规划了 我这么听起来 是吧 对 然后就因为毕业规划 把过去那些 乱七八糟的事 全勾出来了 对吗 是 如果人家就是要 留在成都的话 你要跟人分手吗 姑娘 我可能会 因为我不太接受异地恋 那你留成都不就完了吗 你家又是成都的 就是因为从小在成都长大 所以我才想到北方闯一闯 陪着去个两三年呗 我想着因为毕业 毕竟肯定 他向校园招聘比 社会招聘 他有优势嘛 在成都间 他的实施的 有一份稳定工作 至少能不说 就照顾家人 怎么着先把 就自己能 他的实施的温饱下来 等安定下来以后 说北京毕竟是家嘛 以后说如果有 比如说好的职位啊 理解 理解 再跳其实也行 男生的想法特简单 你知道吗 就是他 就跟我们不去 看故宫一样 反正住在北京 想什么时候看 什么时候看 结果你发现 你还比一个 住在杭州的陆旗 看故宫看的还少 这跟谁说理解 就这么一个意思 听懂了 听懂了 他要是不回北京 你坚决分手 对还是不对 对的 你女朋友 平常就这么装扮吗 平常差不多就这样 那你穿着衣服 你不觉得累的 我习惯了 因为我从小就是生活 在一个这样的环境里边 不是 你家庭什么环境 就是父母兜单位上的 我看他们都这么穿 然后我就想这样穿 听明白了 小人穿着大衣服 小人做着大人的梦 这段感情应该怎么办吧 你们给断断吧 来 一起进入 邱比特问卷 陈都的表门 陈都的 所以姑娘 我觉得你是她妈 请的教导处主任 为啥呢 因为她妈支持她 所有的梦想 但是你不是她妈 你不支持她 所有的梦想 所有的生活 所以你只是她妈 前来的教导处主任 因为你严加看管她 可是爱情 有些时候 可能就会让你觉得 它不能随你意 它有她自己的思想 有她自己的爱好 有她自己的生活 你唯一能做的事情 是找到真的 价值观也好 生活方式也好 包括饮食习惯也好 包括外来要打拼也好 跟你一样的人 否则你很难改变一个人 她明明想做一个 自由地飞翔的鸟 你偏跟她说不行 你得做一个 乖乖的小宠物 小宠物在地上 有一个绳子 牵着特别好 因为有主人照顾她 每天给她粮食吃 然后她渴了 饿了 累了 都有人提供 给她安全的住所 但她不是 她说我就得飞 但现在可能她飞累了 她说我得找一个 踏实的地方 我得待着 可你不一样了 你说我得去找一个 广阔天地 我要飞翔了 你们两个 在每一个时刻 都不一样 姑娘如果让我劝你的话 我建议你分开 我没有办法 变成她想要的样子 我也没有办法 去控制她的人生 我也没有办法 去参与到她的生活 或者抢拧着 她的生活必须跟我一致 所以当你想明白了 既然你这么理性 那你就想明白一点 我理性 我们两个不符合 不适合 分开 提完坚决做到 想明白了 做一个决定